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我们有可能爱处处为难我们 对我们不友善的人吗 让今天六月四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困难中宣讲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宗徒大事录第28章 第16-20 第30-31 保禄进了罗马 获准与看守他的士兵独居一处 过了三天 保禄便召集犹太人的首领 带他们来齐了 就向他们说 诸位仁仁弟兄 论道我 我虽没有行什么反对民族或祖先归礼的事 却被锁压了 从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在我身上没有找到该死的罪案 就想释放我 但犹太人反对 我不得已 只好向凯撒上诉 并不是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人民 为这个缘故 我才请你们来见面谈话 我原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 才带上了这条锁链 保禄在自己拎的房子里 住了整整两年 凡来见他的 他都接待 他宣讲天主的国 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 都非常自由 没有人禁止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在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听到保禄告诉在罗马的犹太人 他是因为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控诉 只好向凯撒上诉 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到罗马 在这里 我们可以听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和保禄间的冲突 他的犹太人弟兄 在他三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中 不断阻挠他 破坏他的工作 甚至想杀害他 然而 保禄在调整自己以后 第一个想会见的 还是犹太人的首领 继续为他们传福音 这是多么奇妙啊 你是否被保禄的希望和爱 启发呢 往往 我们很难用爱的目光 来看待那些总爱挑战我们 处处找我们麻烦的人 要用爱去回应这些不友善的人 是不容易的 但今天保禄向我们表明 这就是基督的爱 保禄的大方 透露出他对天主的救赎能力 所抱有的希望和信任 他相信即便他自己没有能力 改变犹太人的态度 但天主的爱却可以 为此 保禄尽他所能 对他们服传 但愿他们也能与天主的爱相遇 凡来见他的 他都接待 他宣讲天主的国 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 反观我们自己 当我们渴望改变对方 使他们认同我们时 让我们学习保禄 不直接强迫他们改变 配合自己 而是先把天主的爱 分享给他们 信赖天主在他人内的工程 相信天主的爱 才是真正能够改变他人的元素 请品尝圣言 默祥保禄在犹太人面前 宣讲基督爱的福音时 他对他们深刻的爱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认出你生命中一位很难爱的人 天主怎么邀请你去爱他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神 求你给我如保禄一样的勇气 在困难中也能继续宣讲福音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向他人宣讲福音时 完全信赖天主的能力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